花莲县消防局三大队三民分队一销 举行了水域救援的课程 消防人员穿着救生衣 携带救生装备实际操作 希望藉由水域救生实际的演练 让消防人员狩猎各项的救援技能 经过一整天的课程安排 让大家都收获满满 花莲县消防局三大队三民分队 一销举行水域救援课程 消防人员穿着救生衣携带救生装备实际操作 希望藉由水域救生实际演练 让消防人员熟练各项救援技能 经过一整天的课程安排 让大家都觉得收获满满 在分队长的训练计划里面 我们今天实施了水训 之前的詹训我们结合水训 使所有的队员都能够 在分队长的指挥之下 完成今天的水训 为了提升消防人员对于溺水事故救援能力 水域救援相关课程是训练重点 这次一销分队和水域专责队联合进行的水域训练 由分队长统筹课程执行 那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救援的训练上面 用检疫用这个绳索的架设上面 使这个民众受困 使能够快速的离开危险的这个位置之后 进到安全的位置 像这个部分绳索架设的这个救援方式 三民分队呼吁民众向日吸水清清大自然 应该要随时注意环境变化 自身与同行的伙伴状况 若有任何意外违安事件 要立即拨打119请求支援 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出门 平安回家 记者高双双一里站采访报道